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盛会的筹备过程开始看起 这是在中台湾的一场料理界的盛事 当初发起人是想 台湾有这么多专业的厨师 以及不同领域的各界产业的达人 有没有可能能够来办一场餐会 把这些料理的职人全部串联起来 做一个交流 然后共同呈现台湾风谱的好味道 当然有这样的构想 接下来执行需要的是热情 我们就来看这场餐会到底是怎么办到的 因为其实这个工程太浩大了 但我还是要做 就跟你说我就是像种菜一样 大家都觉得不看好的东西 我就是一定要做 但是越不看好又有人笑我 我就是证明给他看 结果第一次好像死不死 让我做成功 我就很爽了 超累的 我的力气真的也耗尽了 整个精神 因为我第一年在餐会还没开始之前 我每天真的就是像行尸找肉一样 真的超累的 因为那压力 精神压力很大 对啊 都感觉有像犹豫症一样 因为要背那个钱啊什么 然后你餐厅你也要顾 然后你要就跟这么多人去沟通这些 结果现在第二年的餐会 大事小事 萧淳源又硬着头皮来扛 你有问了吗 他等一下拍那个货单给我 因为我刚才去那边啊 因为那个他们会送货单 你这样一讲我好紧张哦 不见你就先坐 先坐 我赞你去买牛啊 我去赞你去啊 好啊好 希望不要发生这种事 还好该有的食材器具设备 后来陆续都到了 这时候也真还好人手多 推车卡进草坪的难题 一声吆喝大家一勇而上 两三下搬开解决 这些奸差搬运工 有大厨 甜点师 面包师 酿酒师 市酒师 陶一家 最初也都是肖纯元智龙来的 就进场 然后 然后 就是水电来接啊 然后做一些前日备 然后等一下可能还要开会就这样 差不多啦 就跟上次一样嘛 就是 这是随性 才不随性呢 明后天的餐会 临时厨房在昨天就打好 今天为了备料布置场地 来自个餐厅的主厨 带着自己的团队已经全员到齐 而寻找食材 拜访产地 规划菜单 更早在半年前就展开 有人请假来的那个光头没有来 但是他的东西会来 他在日本 这天是试菜的日子 已经是大家好不容易凑出来的时段了 每个人各自的餐厅店面这天都先放下 群组里面来往往数以百次 终于瞧出来的菜色构想 这天要以餐会规格搭配展演看看 介绍菜啊 从小到大怎么踏入餐饮的这一团 很坎坷 这个是蔬菜洞 我是把云家南的蔬菜 把它做成一个小型版的一个洞牌 这次餐会的主题正是云家南 有台湾发菜男霸天称号的简天才 另外还用云林的洋芋 烤鰻鱼搭上温泉蛋 火上虾饼则很明显是台南灵感 国外很多这种 就是聚集很多很不错的职人 然后办一个餐会 那这个餐会它不是只有厨师 它其实还有一些农夫 或者是器皿的像陶一家 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很棒的职人 但是就是我们希望慢慢的 在各县市这样子再去办活动 把这些职人慢慢的介绍给大家 或者是厨师们 因为厨师要找好食材 那这个是变成一个平台 我觉得非常好 因为非常好 第一年一听萧纯元提出构想 简天才即使根本不需要什么额外曝光了 还是二话不说并加入 而对萧纯元来说 邀约主厨们只是第一关 打简这个平台 还有不少宣传行销联络等琐事 我觉得这种活动还是要找专业的人来做 当然我们可能做法不太一样 对有不同的效果 对啊 我觉得最后只要能帮助台湾 帮助就是台湾所有的文化跟就是产业 我觉得就好了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还好 有达到效果就好了 至于忙啦累啦 萧纯元在这里舒缓 我早上会先拔花 就是因为有的花是大概一天 它就会卸掉 就隔天就没有那么漂亮 南投老家顶楼萧纯元改造成菜园 家里跟耕种其实没渊源 她说为的是实在难忘 从在日本一家餐厅尝到的 刚采摘花菜的香气滋味 不然照顾这个菜园很费功夫 萧妈妈后来跟我们说 经常半夜听到儿子在顶楼的脚步声 因为其实我个性我不喜欢要服输 因为我想要把东西 我不想被人笑 因为你看我买那么多东西 我爸妈他们也会说 你就是毕端毕梦 你就是做几行就放几行 然后一定会这样说的 我就是学这个 我就会把它学好 现在自家餐厅需要的各式蔬菜 这个面积不大的空中菜园 有办法完全供应 萧纯元说也要谢谢一位厉害前辈 还拿生物课本来帮他上课 你这样子是几年练成的啊 也还没练成啊 不能说练成 可是还累积经历 我不敢这样讲 这个我大概已经种了五年多了吧 五年多前 萧纯元其实还有另一项挑战 就是在老家 披荆道路上开餐厅 而且是一人消费额进迁 不平价的餐厅 然后一方面我也想要把我自己的故乡 就是能见度能再多一点 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不管怎么样 先回来再说 那时的萧纯元已经累积不错资历 大学念中厨系 毕业后去日本 先后进入两家米其林星级餐厅工作 照片里笑得开心 其实都是震撼教育 打骂什么都有啊 每天都一定会看到 不管是我还是他 还是就是一些前辈还是同辈的 都一定就是有走过这样的讲解 因为我台湾师傅也跟我说 你要做就不要胖 要不然你去日本干嘛 你为了什么去的 我为了就是我要学他们的技术 我融入他们的生活 我要学到这些东西 我才要回来 而大学实练的炒饭基本功还在 萧纯元说要炒到饭力会跳才行 这是老师傅教他的 他在日本见习后也更确定了 自己的根基一定要守住 就算你做意大利菜 但是你还是会知道说 日本的食材是这样子的 这么融入在里面 那它融得非常好 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决定说 那我也决定要做这样一个东西 那他们也是在发展日本 那为什么台湾怎么都没有人 在做这一块 在老家开店就是要做这样的事 其实那时候很多人都没有在看好的 我自己也知道 对但是就算不被看好 我还是想要试试看 之前在日本的时候 那个师傅都有给我一个观念嘛 就是就是要做就做 不要就是也不要想太多 然后做了你才知道 然后你就是把自己的东西做好 给客人吃 那自然就是得到会认得 然后反正就是做对的事就对了 然后两年前 萧纯元又拉了个伙伴 林凯博是小船员的大学同班同学 有类似资历 不过他是去法国 其实他是在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超乡下的 然后它就是一个维拉 然后就是里面就是 他们有自己就是种香草啊花啊那些的 什么番茄啊什么都是 大概都是附近村庄那边买的 对啊就是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就是有人可以这样做 只是在台湾 能够支持这样理念的消费者 还要慢慢累积 他们的餐厅终究还是得进独会区 靠近消费者 不过菜肴里的台湾魂没忘记 采访那天林凯卫示范了一道正当季的鸿干 西餐的外表达得却是有桂花风味的莲子白木耳 是种让外地时刻惊喜 台湾时刻惠心一笑的滋味 而萧纯园的农夫魂还进一步找到发挥空间 经期年纪大了 山里的田顾不了那么大的面积 萧纯园来过 这里大概种了五棵吧 那它真的 种在土地跟就是盆子真的就差很多 好环境让作物长得更好是萧纯园很开心的事 只是好环境里杂草也长得凶 然后起这里会有蛇 有眼镜蛇我有看过 我很怕 我很怕蛇 小只的我也会怕 不过他还是有休假就来除草 怕鬼怕 该做的就是要做 就像那个为职人们搭平台的餐会 说起相关事宜的繁杂 萧纯园总免不了一脸苦哈哈 一餐饭一个人八千八 更一直被质疑 值得吗 对啊 大家都说是八百八吧 还是八千八吃四餐还是吃两餐 萧纯园说 食材要钱 厂地设备的足领要钱 事实上主厨们都是义务响挺 只是两天四餐两百个客人 加点乘出后就是这个数字 曾有朋友牵线厂商赞助 但厂商要求移去都会区 又与活动靠近产地的初心不符合了 只好把朋友的好意往外推 当然大家都喜欢钱 但是如果你做不对的方向 虽然尝到钱之外 可能我们也会放弃的 但是我想说如果还能坚持的话 我觉得多少还是就继续 就坚持下去看看 当然自己的餐厅也要过 萧纯园为餐会平台奔忙时 都靠林凯围固守后方 就是算分工嘛 因为我知道这种事情 可能没有像表面上看起来的这么轻松 可是我那时候反而比较不担心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我前面已经挣扎过了 所以后面我竟然下定决心要做 我就是一定会把它做 你贴这个背面会有 而台湾的美好一次怎么看得完 有了经验的萧纯园 只好当人不让 主持起第二次餐会大小事 然后我们是用面包粉 然后里面有加五香粉 然后跟辣椒粉 就是去增加它原本土 土豆鱼跟该有的味道 然后旁边的那个菜卷 里面我们有卷那个香菇 然后木耳跟竹笋 然后最后再用白菜 白菜跟红萝卜把它包起来 然后我们就是白菜 然后先刷一点那个米浆 然后再下去烘干 然后再低温下去炸 然后sauce的部分 我们就是用那个鱼骨 然后再加柴鱼 然后一点点香菇 然后下去一起煮 好了 长几口 林凯伯为这道菜取名 土托 白菜 羹 还真是没乱讲 至于萧淳源 因为事情多没空做菜 只能拿自己种的 冰粉花卉来贡献 这一回他邀急的职员 好手也真是阵容坚强 巧克力师郑于轩 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 接连在国际获奖后 那一阵子正为巴黎展出准备着 不过还是先抽空过来 联手出甜点 他就突然敲我 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完全没有 碰面过也没有来过 过天然后就突然瞧我 然后自我介绍 然后就说有这样一个活动 我知不知道 我说我知道啊 然后他就说 那你今年要参加吗 然后他说 但是大家都没有 大家都没有 没有没有 酬劳什么的 我说我很早就听说了 面包师陈辅光 也是脚印节目的老朋友 他是启发面包冠军的面包师 这回的云家男特色面包 果然再次让人惊喜 牛棒 让萝卜泥炸菜麻油印油 在他的面包里激发出又新奇又和谐的滋味 有花生卷精神的面包 则本来就是他店里招牌之一 这回也搭上云林产地故事 另一边 吴泽霖先被大家一个结一个的来讨咖啡喝 他是世界杯咖啡大师赛的冠军 我觉得大家都是不同领域的佼佼者 然后我在乎的并不是说 就是大家名气怎么样啊 什么之类的 因为我觉得我藉由参与这个活动 我自己也可以去尝试我的一些想法 然后我也可以有机会去看就是别的领域 他们的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大家其实都有各自擅长或喜欢的风格 可是你假设走到一个阶段 去看到这些同样一样很坚持很优秀的这些人 去做不同的东西也会有不同的启发 我觉得是如果能够成为厨师 然后有这个机会去 用我们的专业去让更多人看见 我们土地上面有很多人在努力 可能除了是一个责任 或者是一种使命 那另外也是一种很大的乐趣 在自己的职场里面 我觉得除了自己在看的那个视野 然后在这种活动里面 你会看到大家的视野 我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情 这天的试菜减天才最后有个提醒 就是每道菜的分量可以少一些 不然累加起来宾客恐怕吃不休 而萧淳源已经再次陷入为财务眉头伸索的状态 那今年因为不想制造大家的压力 所以可能很多部分 我连围裙还是菜单还是什么之类的 我很多经费我都没有花 那就是全部把它压缩 那我不知道今年说大家的想法是怎样 那关系到说钱的问题 那如果真的有要做的话 就是请大家还是帮忙推广一下票券的问题 因为 还好小潇虽然不拥挤 他参加前一天 票券迈出近八成了 因为大家一起处理 搬东西一起来 食材洗切一起来 布置会场一起来 折扣不要人手 也是谁手头上的事忙完了谁就一起来 要把家与火车站旁 原本空荡荡的历史厂房 变成精致的餐饮空间 要注意的细节 一个接一个不断冒出来 餐饮一走 帐篷搭乘的厨房里 没半点疲惫的气氛 其实不守人忙到林田两三点 包括萧纯远 其实那个葡萄就是不是产气 所以他换番茄 我们就没有印了 那个是Angela 对的 Angela对的 然后就是到时候请他 简天才是大前辈 等一下由他掌控出菜节奏 不过萧纯远还是先一位一位确定程序 就是说菜说菜 上完就会再跟你讲时间点 上完就对了 说到你也有可能可以 可能不一定是第一场 可能是后面的时候才会跟你讲 你这一段要告诉你 他应该可以讲 脑袋这两两 都无人 热热 所以早上讲话有点语无伦次 不知道在讲什么 可是现在还是很开心 现在OK啊 因为在市场嘛 市场打完之后下课了 而萧纯远孔中的老大就是他了 旅发的知名美食评论家谢中道 这两天的餐会他是主持人 萧纯远说中道老师的鼓励 也给了他不少力气 老实说我不是那种发起人 应该是说阿元他们几个厨师 有这样的想法 他们跟我提出来跟我聊 那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多年来我一直都是 只是讲法国的情形 法国的米其林 法国的厨师餐厅等等的 那我突然发现默默的年轻一代厨师 开始有那种主体意识 他们觉得台湾有很多东西 是完全不输给国外 这是一群年轻人 然后希望用自己的方式 就是厨艺 来了解自己的土地 了解自己的食材 这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我们光想在整个筹备之间 他们要投下的准备的心力 然后彼此联络 然后去瞧菜单 去联络各种的养殖达人 去参观 尤其是当我看到他们在 我们在彼此合作的期间 这些年轻厨师不会为了自己的名字 有没有在前面 不会互相排挤 谁的曝光比较多或什么 完全没有 那最有趣的是 我觉得他们都是很开心地做 就好像在办一场 我们台湾文化里面的版德那种心情 这种版德的心情 我觉得是很台湾的 传统的扮斗 是左邻右舍也会出椅子 出碗 出人手 一起来热闹 这里则是当餐盘铺排开来 一群人就围拢过来 主厨 甜点师 冰淇淋师 都可以是帮忙摆盘打菜的下手 把事做好 是大家一致的心情 那我们这些台湾的职人 也是用台湾的这些好的产品 然后就是做出最好的呈现 我们的技术跟我们的成品 也不会输他们 那我是觉得说 我们希望做一些改变 希望就是大家能 认同自己的文化与价值 不要永远都是说 国外乐量比较好 那我们是需要从国外得奖 或者是从国外哄回来 大家才知道我们 这样的心情很热切 不过萧淳源也知道 不是一次两次的活动一蹴可及 但是我现在第三次 我照原本这模式下去办 其实应该也还 还办得起来 那或许大家会更认同 因为这是需要时间去累积的 对啊 那应该如果 往后如果要做的话 其实我觉得应该 就是会比较顺利 但是太累了 先休息 还好那个太累不是毫无收获 两天四场的餐会 不断有客人说 完成度精致度 比第一年又更好了 而餐会三个星期后 面包师陈辅光也依然心情激荡 洋洋洒洒洒写了一篇 要告诉大家 这是属于台湾自己的数十首联谈 能这样不顾一切地跟高手过招 一起合作的经验 过瘾也难得 只是文章热烈回响那几天 萧淳源跟林凯伟也宣布 两人的餐厅要暂时休息了 回顾餐会那时 他就讲了这样一段话 我其实自己 我欲望也还好 应该就是我希望能 大家都能健康 当时觉得 哪来这么个 像是生日吹蜡烛的愿望 不过再想想 这个祝福再实际不过 后来职人们再次聚集 不是庆功 是推举出第三届的召集人 把台湾风涂的美好 推到聚光灯下 是一场马拉松接力 大家都要健康 一棒一棒全下去